年輕就把今天不在棟內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行政院 而且我們是用走的進來的齁 不是搬搶進來的地方 而且呢 為什麼我們今天可以帶行政院來走來走去呢 都要感謝我們跟這位 唐鳳 耶 聲一點 好 我想行政院上面的人應該要登記吧 那我們就慢慢的走進來看看行政院有什麼 好 我們現在走在那個紅地毯上面 有看到紅地毯嗎 有吧 欸等一下 我們正經過一個自動門 對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內戶的橙色 就是看一下後面 後面應該是廁所吧 記者工作室啦 對不起 很像 就是把後面一個空間是記者工作室 然後前面的這裡的話是新聞中心 對不對 欸唐鳳你平常會常來這裡嗎 這一棟比較不常來 是有記者會的時候或採訪的時候 才會過來就對了 好 欸我看到一個那個乾洗手 我們來乾洗手一下好不好 唐鳳你要乾洗手嗎 現在就是夏天到了 然後大家吃東西之前請記得就是要乾洗手 OK 好 那我們就慢慢的走上去 那其實今天要採訪唐鳳嘛 然後就是很多的朋友問我很多的問題 但我最常被問到的是說 你們辦公室有幾個人 我們辦公室在一樓用大概六個人 然後在三樓行天院三樓也有大概八個人左右 對 那這樣的話你們總共 十三個人 十四 十四 那我十五 加你十五 對不對 那你們平常會開團公嗎 呃我們會一起買便當 用線上的一個 夾在院裡面的類似Google Home 這樣子的一個工具來買便當 那通常最受歡迎的是什麼 呃可能蝦捲飯這一類的大餐 就是附近有賣的人 那因為那個賣便當的城市 不能把麥牛圖貼上去 對 我們的同事現在在自己寫一個訂便當的城市 哇很厲害欸 那你自己最喜歡的是什麼口味 呃因為我不能吃脊椎動物嘛 對 所以其實算來算去也只有蔬菜跟下去那個天氣 哈哈哈哈 好 為什麼頭痛不吃脊椎生物呢 呃因為呃有脊椎的生物是會感覺到痛苦的 那感覺到痛苦 能免遮免嘛 那但是也不是要大家一定要吃素 就是不要超過自己需要的這樣 對反正自己就是我們自己決定要吃什麼 我們就好好去吃它呢 可以好好選擇 好 我們現在上樓梯喔 這個燈光師請你務必要小心你到的鐘 哈哈哈哈 有點緊張欸 而且就是他們的這個樓梯就是還有貼很多的那個照片 像後面有這個101的照片 對然後在上面還有野柳的那個女王頭 對 所以就是外賓他們突然會進來這裡嗎 對這邊就是呃我們發言人然後新聞傳播處 對 然後公共關係處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走進去就是他們的這樣子的會議室 就是新聞的在會議室 然後呢呃慢慢的走 其實這裡是古蹟對不對 啊對這是古蹟沒錯 他的年份大概多久了 他的年份喔那是非常久了 這個才別的政權在那時候就已經有了 對 那你晚上在這邊加班你會害怕嗎 呃我基本上不加班 喔真的嗎 今天除了這種訪問到 上次到半夜的 對 開房之外基本上是不加班的 好 那我們已經走進來這個空間了喔 欸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現場有多少人好了 有點慢對不對 好就很多的人 好 做直播節目不是太簡單的喔 這是我們很辛苦的 好 我手有點痠的誰幫我收一下 我們準備要開始囉 好 歡迎收看年輕人秀吧 年輕人秀吧呢 每一集都討論一個主題 我們會邀請相關的來賓 然後和來自台灣以及全世界的年輕朋友們 一起視訊連線 共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今天我們的特別來賓 其實不太算是特別來賓 因為其實是我們今天來請問他齁 就是來到你的地盤齁 我們今天的話 今天的來賓的話是 這個行政院 他是最年輕的政委 我們歡迎唐鳳 等一下等一下 剛才那個咪哥一個人 在下面的那個歡呼聲鬥兵你們大聲 再次熱情的歡迎唐鳳好不好 有沒有開演唱會的感覺 嗯還好 還好 好 我們今天其實要討論很多的東西 然後很多的年輕的朋友們 其實都很好奇 就是你平常在做什麼 那我們節目剛開始我想說 你要不要來介紹一下 就是說你通常在上班的時候 那個作息的時間是怎麼樣 好的 相信大家知道說 我是只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 對 進辦公室 那星期三如果有訪問還是得進來了 但是平常的話 星期三是在院外跟我們就是臨時政府 相關的一些開放圓馬的一些朋友們 來一起做一個叫做V台灣的一個專案 對 然後星期五呢 則是在財政資訊中心跟各部會的 所謂開放政府聯絡人的朋友們 來處理大家的 包含連署案在內的一些其他的參與案 對 那所以禮拜三跟禮拜五 各給了一個平台了 對 那那個就是在院外 那但是一二四通常呢 就是早上九點不到就要來這邊 然後大概五點多六點下班 對 然後下班的時候通常不會晚過七點 所以也沒有你剛剛講太黑 對 這個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但其實常常是下了班之後才開始工作 因為其實上班的時候大部分時間就是 聽各路朋友們說話 對 開會啊這一類的 那大概都吸收在腦裡了 然後我回去之後就會在路上 寫一些想法下來提一些建議 然後把email都回完 然後才會就是睡覺這樣 所以像通常你說你剛才提到說 你會把一些想法寫下來 那你是怎麼樣做筆記的啊 我是用這個 就是用筆來做筆記的 就直接在平板上面寫 在平板上面做筆記 對 因為我常常很好奇就是說 會不會你其實都過著無筆無止的生活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我們今天格西真的很多 所以說我會有一點點卡住 不用怕 來 就是我剛才就好奇說 會不會說你就都過著無止的生活 對 你看到筆了嗎 所以現在不是無筆嗎 這是無止 對只是無止而已 對 那我們今天其實我們年輕人秀吧 有很多年輕朋友提了很多的問題 然後不只是說等一下在即時call in的時候的問題 也包含就是我們先前有在我們的粉絲 粉絲 粉絲專業 粉絲專業 主席慢慢來 慢慢來 粉絲專業上面的那個提問 我們要不要來看一下 就是 對有這些 我們慢慢看一下 有提到這個數位建設 然後有提到那個數位教學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有專門的時間討論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回答 那我們往下拉一下 有人說太酷了 好 這個是這怎麼唸啊 包子嗎 B A U Z E 他說我覺得唐鳳很美 但頭髮部分有點不搭 他覺得你可以剪可愛的瀏海 你覺得呢 我都是 其實像剛剛舒嬅的時候 我也是請你們的設計師 就是全部交給他 他覺得怎麼樣適合 就怎麼樣適合 所以我下次也是 就問一下我設計師看覺得怎麼樣 通常多久會去一次剪頭髮 或是用頭髮 就比較沒有那麼忙的時候 對 對 所以最近幾個月都比較忙 所以可能要到下個月吧 等一下 對 好 我們一起有Echo 可以幫我換一支手機嗎 不好意思 我的這一支 我的手機鍵 還關不掉聲音 對關不掉聲音 好 因為我之前就 我看著頭髮比較長嘛 然後我就 因為我之前是留長髮 就一直很阿雜 所以我才真的就把它剪掉 所以我就看到說 剛才看到那個題目 我就覺得還真的蠻有趣的 而且他覺得說 你可以適合那個波浪 我覺得應該也蠻適合的 其實我每次會換設計師嘛 那那個設計師的風格就會變成我的風格 對 那之前有碰過一個是 把我左半邊完全剪光 但是右半邊還是流長 就有點像法老王那樣子 對對對 而且那個是有正常流行的 對對對 有這樣子流行的 所以其實各種髮型都流過 對 已經沒有什麼感覺了 對真的 好我們剛剛已經 偷偷的解答了包子的問題 好 接下來 他下面我就好好笑說 我知道這跟數位政委的問題 完全無關 但庸俗小人還是想大膽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庸俗不庸俗的 任何任何意見都非常虛心受找 對 好 再來他說 一樣數位學習的部分 我們一樣是待會再回答 喔 江依林問說 為什麼會接受年輕人秀拔的節目邀請 因為我基本上就是如果願意來行政院這邊 然後接受網友的問題 其實不管是誰來我都會答應的 對 那唯一的條件只是說這個錄影或者直播要用 就是所謂創用CC的方法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在未來自由的去運用 那這樣我基本上都會答應 對 太好了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喔 一樣我們數位學習等一下會談到 那我們再往下拉快速的看一下 好 好差不多嘛 其實我們下面的問題等一下都會回答到 然後現在正在觀看就是我們節目的朋友 記得喔 這次可以分享出去給大家 給你的朋友們看 然後呢你有任何的問題 趁著唐鳳在現場我們都會 就是他都會一個一個的回答的 所以就是有任何的想法 任何的疑問都可以在這邊留言 好那我們現在 呃 我們剛才其實剛才也有問題有提到就是自學這件事情 嗯 然後呃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我們就專心來討論自學這個話題好了 然後現場如果說呃 你在看我們的直播然後你有關自學的這個疑問 好不管你是呃 你是年輕的學生你想要自學 或者是說你覺得啊我是一個媽媽 我是一個爸爸啊 我想要我的孩子也可以接受自學的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呃提一下 那我們欸我們現在要不要先看一下那個影片 因為很多的年輕人對自學是很好奇的 來看一下 現在越來越多的孩子他會選擇在家自學 而不是去正規體制上學 所以我想了解的是 那這樣的在家自學的經驗對你生命中產生的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想在家自學的學生您會給予什麼樣的建議 網路上的學習或是求學有什麼可以跟小孩或是家長分享的 我想問如果你是教育部長的話 大家如果都會同意你推出了任何政策或是任何決定 你會怎麼做來提升現在我們學生的學習熱情還有學習動機 子傑咪哥給我的手機 手機還是要給你 對啊 欸是同一台欸沒有換 是同一台欸但我會擔心他的收音會有點那個 因為我我的手機最近不乖 就是我想要就是他可能知道我最近 就真的很想換掉他 所以他心情不好 了解 其實如果有耳機的話 就是放進去就聽不到了 喔 Got it 對 他乖了他乖了 好 來就是有人問說在哪裡正式發文 其實你就是在下面就可以留言問問題了 好那剛才其實有一些同學要問到就是關於自學的問題 那你覺得怎麼樣 是呃就是我想先中整回答一下 就是說剛剛大家問的是在家自學 但是其實就好像是 比方說我不在院裡上班 不表示我在家裡一樣 對 自學其實也不一定是在家裡 我之前在自學的時候 我是國中的時候出去創業嘛 對 然後就開始自學 那其實自學的時候是不 大部分時間是不在家裡的 對 那像當時因為我住在政治大學旁邊 所以其實就是一直去旁聽政大的課程 參加政大的社團 像橋排社啊這一類的 那基本上就是呃就是看你附近的有什麼學習資源 然後就去運用那樣的學習資源 所以我覺得重點倒不是在家 在家只是說 因為現在這個在家的寬屏網路可能連線比較快嘛 或者是說有一些比較多的一些呃就是電腦的主機啊這些可以使用 那其實即使家裡沒有這些設備附近的圖書館附近的這個數位學習機會中心附近的大學附近的各種各樣子的學習的團體 包含團體自學或者是其他的實驗學習形式其實都可以使用 而且就好像我一個禮拜是還是有三天到院裡一樣 其實也有越來越多的學生是跟學校討論 那他可能還是在學校聽某些課或參加某些活動 那但是他自己在知識方面可能有一些別的追求 那他就是在一個禮拜幾天會用什麼形式去做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一個態度啦 主要還是說你想要解決什麼問題你想要學習什麼 然後你調度你旁邊可以有的資源然後來幫助你這樣 有一位就是星宇嗎 他問說請問一下自學的人有沒有文憑 我認識一位16歲自學的人 他說三年之後就有高中同等學歷 對事實上就是我們現在實驗教育三法通過了 其實你只要提出你的就是學習的計劃書 然後到你的這個縣市的自學的這個審議的評議會 那基本上只要通過的話它是視同你在上學的 那就跟我當年的狀況不太一樣 對 所以說其實其實它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只是說我們說實驗教育它是每一個小孩自己 為自己的這個課表跟他的家長跟他的老師們一起討論出來 那但是其實實驗教育的這種精神我們接下來在新的12年 國教課綱就是2019年要上路的那個課綱也開始採納這樣子的精神 所以我們會把很多實驗教育的這種每個學生設計自己的課表 或者是說選修或是每個學校有自己的特色 這些提早在高中或甚至國中就落實 對 你剛才其實有提到就是審議 就是說你要申請是用審議的 那其實有一個網友他叫做楊振宇 他說他在帶那個大腳小腳親子共學團 他在問說目前的自學是採用審議制 你認為未來有機會會朝向變成報備制嗎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這就是關聯到我剛才講的新課綱的一個態度 就是說新課綱的態度他越鼓勵每一個國民教育階段的學校 自己的課程發展委員會 就是老師們自己在準備課程的時候 他的自由度越高 那麼就越容易就是跟現在是實驗教育 但是未來說不定是在體制內 但是是跟老師談清楚 說某些部分是在校外 某些部分有什麼資源 某些部分甚至也可以在家的這樣的方式來做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每一個個別的學校 他落實新課綱的程度 才能夠知道說 我們能不能夠 把越來越多的這種實驗教育的想法 放到國民教育裡面來實行 那現在其實一般的人 他對於自學有一個擔憂 可能就是說會覺得說 小朋友他會缺乏人際互動 或者他可能比較不會溝通 會不能夠融入社會 那你覺得這個會是怎麼樣來面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在我那個年代 不管是夏威奇的一些朋友 或打高爾夫球的 大家都聽過的那一位選手 或者是我自己 其實都是已經有一些想法 或有一些追求 那所以才會想要去創業 或者去進行高強度的練習 那但是這些過程裡面 其實是已經在跟社會互動的 它不是在跟學校裡面一個 模擬的社會互動 它是跟真正的社會互動 所以我覺得社會化其實反而是更快 而比較不是更慢 其實這個地方它也反映了 就是說一般的人 我們對於學校教育 就是我們認定學校教育 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也因為說我們認定 它可以解決這麼多的問題 所以一旦我們沒有參加這個 我們沒有進去學校 我們就會 就沒有辦法得到那一些 但其實實際上 並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說你今天很明確的知道說 你想要什麼東西的話 那趁著現在網路的資源 以及說各個開放的資源 是越來越多的狀況 其實你還是有機會 可以去找你自己需要的資源 然後來運用在自己身上的 然後也為這個觀眾 叫林詩宜 他說唐鳳聲音好好聽 謝謝 好 就是我們有念到了 那有另一個是說 何彥如他問說 現在的小孩該如何跟科技 像是用3C或者是編碼 怎麼樣跟科技接軌 他會擔心說 小孩子不會寫程式會被淘汰 我是覺得程式它其實 就像另外一種語言嘛 就是說它其實就是 有點類似法律 就是說社會 越來越多的事情 你除了要知道 跟它相關的法律 我們說要法律素養 要知道保護自己的權利 之外也有越來越多的事情 它是用程式碼 而不是用法律在規定的 對 好比像說在PTT 或者在Facebook上的 一些社群的守則 這些其實很多 是靠著程式碼 而不是法律在維護 所以我覺得說 要能夠知道說 自己的隱私權 資訊安全 這些素養 就跟法律素養是一樣的重要 那但是 是不是每個人都要 變成立法委員 或者是都要能夠 在我們法規會工作 可能好像也不需要 到這個地步 那所以我覺得看得懂 然後知道這是在做什麼 然後一步一步 越來越有興趣的人 再越來越專業去寫 我覺得這樣子 才是比較健康的啦 而不是說 整個社會變成是 會寫的人 跟都看不懂的人 那這樣子當然 就會變成是 好像這一小說人說了算 那這個跟法律素養 是完全一樣的事 對其實現在 因為我發現到很多的大學 或者是甚至高中 都在推動說 要教小朋友寫APP 或者是說寫程式 然後甚至說 這東西可能之後 都會變成是有學分的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 又會 我覺得就要看你怎麼教嘛 因為每個人 他的學習風格 是不一樣的 所以像有一些 比較喜歡互動的 像堆積木的 一樣的朋友們 那用像Scratch 這種比較像拼積木的 方式來學程式 你也可以掌握一些 最基本的概念 然後一些結構 然後一些回圈 演算法 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 到這個程度 都是有幫助的 因為這相當於我們用桌遊 來了解外交 或來了解法律 對 那但是比這個更多的 就是說 你要把一個APP 變成一個 真的能夠解決 社會問題的東西 那個就很專業了 對 那所以我覺得是說 大家有基本素養之後 對這個有興趣的朋友 再去鑽研 那但是 即使沒有興趣的朋友 也知道有興趣的朋友 在關注什麼 我覺得這樣就很好的 對 其實也就是說 不要一窩蜂的 認為說某個東西 是絕對的 就是還是除了說 我們當我們 很多的人都會寫BPA 但其實 它慢慢的變成 一種溝通的方式 但其實還是會需要 更多專業的人 那這個專業 並不一定建立在 城市上面 那可能是有其他的學養 例如說歷史啊 或是什麼背景的 然後他可以在一起加入 對我想 重點就是說 如果你對歷史 或者對其他有興趣 然後你想要做一個網站 或者是說你想要做一個 互動式的遊戲 對 來描述你看到世界的時候 至少你不會 就是無法跟寫APP的人溝通 對 至少你們可以講同樣的語言 對 至少他如果報價很不合理的時候 你會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說 至少是一個對等的溝通 對 那我覺得除此之外 就不太需要了 好 那那個什麼 因為我們這很多的年輕朋友問問題 然後有一個是問說 語言有可能自學嗎 你可以分享一下 這是學習語言的秘訣嗎 是 語言的話它當然需要一個語言圈 就是說 你在水裡才能學會游泳 這是一定的 你只看文法書 只看字典 當然是不可能掌握一個語言 對 我自己學語言的歷程是 我 我英文是非常晚才學 大概十二三歲才接觸到 那當時就是在網路上面 一個叫做IRC的一個聊天室上 然後當時呢 我很喜歡玩一個指牌遊戲 叫做魔法風運會 對 那它基本上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單字卡片 因為它上面都有英文的標題 可是它有一個圖嘛 然後它還會告訴你說這個標題 它對應到的語意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在這個遊戲裡面 慢慢掌握到一些真的很難的字 那些都是 就是托福或多益的那種 非常困難的字 它還當作卡片名稱 可是我就是透過遊戲的方法學會 那在網際網路上面 當時剛好有許多討論這個遊戲的朋友們 對 所以我就是進去 然後所以我一開始學的英文的片語 都是那種就是我們叫做slang 就是禮語 就是打哈哈 L-O-L-B-R-B-B-B-I-A-B 對 這種東西 那但是我覺得這種書面語 學會到一個程度 就有助於我到之後 國際上面的一些conference 那就看到隨便哪個陌生人 就可以開始跟他混熟 對 因為一開始學的都是這些哈拉的英文 對 那慢慢慢慢就可以 開始用比較專業的話 跟別人溝通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 自己覺得安全的 舒服的 這樣一個共同興趣的一個語言圈 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說剛才對網友的問題 周子瑄 你應該 唐鳳應該有回答到 然後記得就是說 你還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你就從那個事情切入 去學語言 會比較簡單 對 那關於自學的話 我想在有一位同 有一位觀眾 他叫王志源 他說你在自學的時候 有覺得孤單過嗎 你的人際關係那時候 是怎麼處理的 是 其實我在網際網路上面 就像寫email之類 如果沒有見過那個人的話 其實那個人的形象 什麼完全都是腦補出來的 腦補 對腦補 我們知道腦補 大補嗎 腦補最補 但是問題就是說 就像臉書一樣 你看人家一張照片 然後一些字 其實你沒有辦法 推知他真正的情緒 對 所以其實你看到的 就是自己心裡的投射 有點像做夢一樣 你夢到的每一個人都是 你自己心裡的一部分這樣子 那所以 所以會不會感到孤單 不會啊 你在夢裡也不感到孤單啊 但是事實上 他對就是互相了解 有沒有幫助 我覺得幫助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在就是 開發網際網路 一些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很著意的 至少一年 那最好是三個月到半年 就面對面先 大家都見過一次面 確定大家的人格 非語言訊息 就是他寫這個字的時候 他的意思大概是什麼 那對大家在腦裡面 有一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就未來在線上用文字 或者用一兩張照片溝通 我覺得才比較能夠彼此了解 對 那你如果一開始從來沒有 用視訊 或者是面對面見面的方式 達到一個比較深的 彼此了解的話 我覺得雖然不感到孤單啊 但是那個投射其實 長久下來是比較危險的 是 所以就是說 你基本上 還是得要就是有 有 即時的這種互動 對 要有即時的互動 我們現在 既然說我們談到即時的互動 剛才唐鳳也聊到說 有這個遊戲嘛 那我們就來玩遊戲 登登登登 就是 大家有看到這東西嗎 好 我把它拿起來 大家 我們要玩的這個遊戲 就是真心畫大冒險 然後 如果我們等一下就是 看是 假設說 藍色是我嘛 紅色唐鳳的話 然後 我先 看誰先把誰的頭 打到飛起來 好 那誰先飛起來 就要回答真心畫 是大冒險 那我們的題目有 真心畫 跟大冒險 真心畫 是你最想罵的人 然後 就是你要回答 好 然後再來是最想告白的人 他要跟孫敏講的一句話 然後大冒險呢 是 就是要拍可愛的視訊照片 然後幫我唱生日快樂歌 這跟剛才的 其實我 我剛才看到這 我真的嚇一跳 但就是 嗯 你還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 但如果說是我輸了 因為這不一定是唐鳳書嘛 如果是我輸的話 我就會一樣做一樣的事情 對 那我們就 你要先選真心畫 還是要大冒險 我可以 玩以前 我就先祝你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耶 祝你生日快樂 好開心喔 好 那我們就把那個 幫夏明唱生日快樂歌 改成一個更難的題目 你要隨便唱一首歌 好 沒有問題 讚 那我們現在 對 那你就要挑大冒險 對 那我們就來 來抽 你要抽哪一個 剛才那個字卡在上上來一下 嗯 看你抽到哪一個顏色 綠色 綠色 隨便唱一首歌 就是等一下就要唱一首歌 然後 針對這個 這個 我們有道具等一下再講 我們直接來玩吧 好不好 來囉 就這個要怎麼玩啊 就是你要按下去 然後呢 就是我打的時候 啊 對 對 就是這樣 我們在試玩 哈哈 長歌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只是在試玩 我們在試我們在試 他在解釋規則 剛才在試 真的 他在試 哈哈哈哈哈哈 來 我們現在就是 要正式的比賽囉 藍色是我 這是我的手指頭 在動我這個 那個是唐鳳的手指頭 我的比較黑 好來囉 預備 開始 欸 你就自己彈起來了 對啊 好棒喔 哈哈哈哈 你完全沒有動耶 哈哈哈哈 噔噔噔噔噔 我們有一支 這個麥克風 Hello to sing Hello to sing 好來囉 我們來唱歌 來唐鳳你想唱什麼歌 我可以唱生日快樂歌 好啊 那一樣就是讓唐鳳唱生日快樂歌 來來來 我們來賓掌聲歡迎 嗯 呃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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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了 哈哈哈哈 謝謝 我要回應 我要回應唐鳳的熱情 所以我唱一首歌 嗯 哈哈哈 請請請 以後我將在車頭 誰 竟然是日快樂 眼中來 才有百人心想在 最新的我 最好地開 好啦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謝謝唐鳳 因為我好開心喔 嗯 好好玩喔耶 感覺應該叫個什麼 什麼零食過來一起唱歌 那種感覺 好 來 曾青花大冒險 我们今天玩掉一题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 因为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要问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观众有什么问题 等一下 那这是你第一次在萤幕上唱歌吗 不是的 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 我竟然不是第一次 好难过 有人讲说 有人讲说这个是作弊道具吧 没有 我们都有共同的几率会抽中 会输掉的 然后那个 那个 P-A-N-G 庞静岩吗 他说哇 他很兴奋 然后另一个 一样是欣语 他说 他说哇 我认识唐凤这么久 还没听过他唱过歌 还有一位说 下面可以专门开一场唱歌的直播 好啊 那我可以邀请你来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可以映录 记起来 我们来唱歌 我们来唱歌 好 而且说这玩具太糟糕了 没错 还好啦 这小玩具嘛 来 那我们刚才其实在聊的是这个自学嘛 然后 我们也 其实自学应该提到说很多的这个 现在有很多的自学的资源 它其实都放在网路上面 那你有没有推荐就是说 像你现在 还是有些时候要有些网路学习嘛 那你有没有推荐哪一些网站或者是有有些人的Facebook什么是可以追踪的 我其实大部分用学东西的话是看Twitter 我比较少看Facebook Facebook搜寻起来就是稍微比较不方便一点 这是讲的客气了 然后那而且这个Twitter它也比较有一些像hashtag这种文化 你可以把关心同样事情的人这个都认识嘛 加到一个列表里面等等 那除此之外网站的话我会看一个叫做Hacker News 它就是一个对新的科技相关的事情 那大家有点像是PTT它推的最上面的 就会跑到最热门的地方去这样一个网站 那其他有很多像Arxiv 它是一个大家把preprint就是写好的论文 还没有登到这个期刊上 先上载上去的网站 那当然英文的VG百科 然后我花很多时间看那个Internet Archive Arxiv.org 那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公有领域的一些影片或者一些文字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一个网站 你可以看到它从有这个网站以来到现在所有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些关于它的一些历史的严格之类的 都有些好用的 所以其实Arxiv的公用 它就是记录了一个网站不同时期的面貌 那你可以会是 对 尤其如果它导战了 这个更是不可或缺 所以现在还是在那个网站里面 假设我想看无名小站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 哦真的 对对对 是可以回去看 哦好厉害哦 哦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好重要 嗯 因为我很多年轻的回忆都在里面 是的 好 我们只差一岁嘛 嗯 对啊 那你以前玩过无名小站吗 呃我看过 没有没有进去玩 好 对 我以前哦沉迷在无名小站的时候 这火力全开自拍 然后拍照 然后就是一直要上去 就觉得哦 那真的是好浪漫的时间哦 现在讲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大叔在回味一些过去的事情 没有没有 那个PTT还是有个人版的 有些东西没有消失 对 好好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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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那 呃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是网站那些资讯嘛 那其实像你平常应该有阅读的习惯吧 嗯哼 那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最近在读什么书 我我基本上也都是读电子书 对 对呃 我可以开一下Kindle看一下 嗯 最近 呃上次说在看的那个愤怒与原谅那个还在看嘛 对 然后呃最近在看一本叫Think Wrong 对 就是呃 谬想或者想错吧 对 它是讲创意思考的一本书 嗯之类的 我们现在可以麻烦你就是让我们拍下这个平板 你会介意吗 拍一下这个平板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你现在这个有哪些 好啊 好吗可以吗 这个 这样吗 来交给我 来大家看一下哦 这个是唐凤的书墙 可以吗 好 那现在这样子 嗯 这样子 有看到吗 有 好 嗯 好 所以现在在在看的这本书是Think Wrong 对 Think Wrong 刚刚刚刚刚在看 然后呃 刚刚如果有看到书墙的话 其实还会看到有 我看很多科幻小说 对 对 然后也有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 然后 也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漫画家 呃叫做Randal Monroe 他画了一个漫画叫做XKCD 对 那他完全只是在网路上面 对 所以他就是用呃 英文最常用的字 等于是最普通的词汇 是 来解释最困难的好比像说火箭科学 哦 这样子的东西 对 那本叫做Think Explainer 对 就是解释事情的书 对 那我觉得那个也很有意思 对 好 其实呃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电子书的部分 那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做出版的 所以我我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顺带可以谈一下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很很多的电子书厂商 那是很努力的 但是其实在电子书发展上面 台湾其实都没有这么多的人 他是会用电子书 确实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影响可能是为什么 我觉得有几个嘛 一个就是说 呃早期我们在出版的时候 花很多时间对纸的这个排版下功夫 对 所以很多的电子书的制作流程里面 用的是像InDesign 对 这样子的一种排版软体 对 但是除非用的是 为什么我用这个大的iPad Pro在看 就是因为它比较接近一本书的大小 对 但是如果你是用手机或者小一点的平板看的话 对 其实那种用InDesign排的版 其实你要靠很近才看得到 是 其实看起来是不舒服的 对 但是你若要把它翻排成五 就是按照它的大小就可以 响应式的调整字的大小 等那种书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把本来排好的那本书打掉重排 对 对 所以就是说如果本来出版流程里面没有照顾到这种不同萤幕大小的需求的话 你事后做的成本蛮高的 对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书 它一下子没有办法翻成电子书 对 但现在其实他们有在做一件事是把档案变成EPUB 所以针对EPUB的话在各种不同的载体它就可以这样做起来 对 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制作的时候就是用HTML用EPUB的方式做 对 而且你没有选定一个我们叫Fix Layout 就是它一定多大 几乘几公分的话 对 它就比较容易做 可那个就是 有点像我们做网站的时候 如果你先做了桌面板 对 要跑到手机上 也许要横向卷动 就不能用 但是如果你先做了手机板 那它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用 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就是各位出版业者 记得就是说 你每次做好一本书的时候 还是可以把那些文本转成EPUB 或者是HTML的格式 然后让这个东西在各个不同的载体都是可以被轻松的阅读 然后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电子书 因为唐凤也都在看电子书 那不管你看纸本书 电子书什么都是好的 那平常有阅读的习惯都很好 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 然后那个 有一个读者他说 这个 是很有趣他说 你是否有发动网路攻击 还是封锁他人脸书账号 没有 完全没有 对啊 发动网路攻击 就是很难 应该有 如果你碰巧在 脸书的某一个资料中心旁边 的话那也许吧 但是其实我是最不可能的 因为我出国都要受到禁管 对 我跟人家 很不错 你要我飞到新加坡 飞到菲律宾 去做什么手脚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这个我们现在观看的人数超过300 因为一直有很多来宾要唐凤再唱一首歌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线上人数突破400的话 那我们就会跟唐凤一起唱一首歌 这样好吗 无所谓 耶 好大家赶快赶快 赶快这个朋友来看 戏吧 戏吧 好我们就可以让唐凤再开进口再唱一首歌 所以说刚才这位网友叫做廖仁雅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了 就是其实根本都是无稽之谈 因为真的唐凤上班都很忙了 我刚才去他的办公室看一下 整个墙壁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恩赐贴 然后我光看那个内容都觉得哇你还要睡觉吗 但他应该会睡得很好 总之呢就是不用再担心这样的无稽之谈了 好不要自己吓自己 好那也要再快速的念过几个留言 Jessica Lin说喜欢唐凤很有能力的人 EQ高又不会有价值 谢谢 好然后他有人说他问你能不能够推荐一两本跟哲学有关的书 跟哲学有关的书啊 对 哲学实在是太大了 对 对我很难直接推荐什么 要看他感兴趣的是道德 形而上 还是什么别的伦理这些东西 那最近有一个叫做 一个叫马当勒赫留 马当勒赫斯 有来我们办公室 然后有跟我做一些哲学上的一个对谈 对 那在那里面我就是用到了 有一个叫做汤瑞根 的一个讲动物权利的朋友的一个书 那所以那个是我觉得如果对于就是除了人之外的别的动物也有一些权利有兴趣的话 那可以可以试着找来看看 不过真的啦就是哲学是按照你自己的兴趣去找哲学的 所以我很难去就是脑补这个这位朋友的兴趣 好 但我们有努力要试图回答了 来 我们现在一样再问一下 因为最近常常看到新闻里面出现前瞻计划 然后前瞻计划里面有一条就是在讲说 要推一个是人才的建设 要推动的是校园光鲜化跟学习智慧化 那其实校园光鲜化跟学习智慧化它具体的内容会是什么 它其实讲穿了就是类似造桥铺路只是铺的是网路不是马路 所以铺的比较快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校园对外的网路频宽 它就是可能100Mbps之类 那我们是希望要在四年之内把95%的对外的频宽升级到GigaBps 那但是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数字就会觉得说 只是差可能十几倍嘛就是那真的有差那么多吗 我们在家里用20Mbps上网不是也好好的吗 对那但是这边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 第一个是说它是给校园的许多的朋友们一起用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到GigaBps的时候 还不像我们做直播 我跟你其实不要说GigaBps 你只有10Mbps你只有1Mbps 你只有512K你都可以做直播 可是那512K的时候你看到的脸就是一堆块状的形状 对没错 对然后你脸转过去 可能你的脸下半部还没有转过去的情况 那但是随着频宽的提升 我就会看到你越来越维系的表情 那我们未来下一个世代的教师的设计 其实往往会是好比像说一个偏向 然后跟一个比较不那么偏向的教师 它可以透过直播可以连在一起 然后呢同时两个老师一起教两个班上的学生 可是你要达成这个 如果你只有现在的频宽的话 那就会有一边的老师呢 看起来是一堆块状颗粒 这样子那而且 就是同学们也看不清楚 另外一个教室里面的别的同学的表情 那我觉得 有点恐怖片的感觉 对那样子的话 大家感受就不好 那未来也许就不愿意这样上课了 所以我觉得说 我觉得及时的 而且看得到维系的表情的 这个直播频宽是非常重要的 那要达成这个 我们300Mbps起跳 那最好是到GIGA BPS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就是校园光纤 对外网路频宽的光纤化 现在29%希望前瞻执行完 大概到95% 对那有一个是学习智慧化 这个呢 学习智慧化这边 他讲的是 因为现在往往要到电脑教室 或科技教室 才能够使用电脑 使用投影机之类 但是因为新的12年国教科 刚刚的一个重点 是资讯的素养 还有媒体的素养 要融入教学 也就是说各科 都应该要能够透过 网路上这种互动教材 或刚刚讲的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学习 甚至未来结合机器学习 每个小孩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助教 然后老师等于管这些机器助教 对 这样子 那为了要达成这个 可能就必须要一般的普通教室 或普通班 也有投影机 也有高速的上网设备 然后学生甚至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提问题 对 那要为了达成这个 也需要一些硬体建设 那我们要四年 要态换掉大概 五万多间教室的这个咨询设备 四年要态换掉五万多间 对 那一年就要态换掉一万多 对 那它的时程大概是先态换掉 两千六 然后两万 然后三万 然后五万 所以这两千六等于是说先试试看 可能先挑特别偏箱的 对 或者是特别它需要这些设备 它本来上一代设备都没有的 对 对 那我们就先把它补起来 哦 我懂了 好 那我们一样快速的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 他说 许伯松问你说唐凤你有看重磅快评吗 重磅快评 重磅快评 我不是很确定 这个指的是什么 如果指的是 就是关于我跟某一个账号的 被查封有关系的 那个快评的话 有看到 然后 其实我觉得 那位写的朋友已经很小心了 他 他尽量不要犯法 所以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写什么是完全错的 只是造成一个投射的印象吧 是 好 那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我也不太理解 对对对对 对好 那反正已经回答到了 那有一位是吴玉文 他说前瞻计划里面怎么没有关系与学童呢 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 有啦 其实有 我们刚才唐凤都已经回答了 有刚才都有的 对 然后 有一位叫Ron 他说 请问当个现代妈妈要如何教小孩 然后 揍飞 对 好 不要为难自己 他说我的小孩是学龄前 但小姨的课本好难哦 要如何让小孩子快乐成长又闲结 功课 这很难耶 那怎么回答 起码我得先认识你跟你的小孩 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在不认识你跟你的小孩情况下 这个 这个 就是叫做报名牌吗 有什么意义呢 真的报名牌 接下来有一位是这个周玉智 他问你说数位的笔记要怎么做 你有推荐APP吗 数位的笔记哦 对 我自己用的是GoodNotes 嗯 然后 他 但是 就是主要是用Apple Pencil 那但是如果没有Apple Pencil的话 其实只要在就是iOS上都可以用 那如果在手机上的话 因为我是用Galaxy Notes 所以是他内建的S Notes 我就是用这两个 S Notes 很好用 对 好 那也回答到一些问题了 那现在就是 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有那个D卡 我们来看一下D卡的那个截图好不好 D卡 就是有一些会计的学生会说历史系的学生会被危机百科取代 然后就会说就是 可是你讲说 那个会计系的人会担心会说历史系的容易会被Wiki取代 那换另一个角度想如果那个计算这件事情是很快的话 那其实会计系的也很容易被取代 那这个东西其实反映了大家对于AI的这个恐惧 那你觉得对于AI就是会不会取代人力这件事情 对 我相信就是说只要还想要当一个有用的人 对 就会被AI取代 那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是把自己的价值定义在能够做什么特定的用处 对 那那个特定的用处 其实等到AI能做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把它叫AI 我们就会把它叫自动化 是 对那这个是每年每年都多一些事情会被自动化 对 可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定义并不是你要被怎么样使用 而是就是不是当一个工具人 工具人会被真正的工具取代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要做什么用 而是说你想要认识什么人 然后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有什么创造的话 那其实所有这些工具都是你的工具 所以说当东西越来越多 有越来越东西可以自动化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多时间可以去跟别人分享你的故事 去听别人的故事 去思考去创造 那这些事情就是你个人的 因为每个人做出来都不一样 那只要每个人做出来都不一样的 其实就不用担心被机器取代 对所以说其实说 现在就算AI在怎么样发达 其实它就是在改善大部分的人的生活 但当我们的生活被改善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做更多关于创造的一些活动 好那我今天早上去熊女演讲 然后呢就是现场就是有很多的那个熊女的学生 他们才高一哦 然后就问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还塞了这些小纸条给我 镜头可以带一下吗 然后而且很有趣的是那个纸条啊 嗯 如雪片般 就是如雪片般 而且是用这个隋唐测验券 有没有看到 是用隋唐测验券写下来的哦 直接抽到这一题好了 好啊 对他问 你要不要念一下 OK 第一个是对于台湾目前知识化的教育有什么想法 希望改变成什么样子 那其实大家可能也都听过说我在入阁前 我就是在十二年国教科发会贡献嘛 所以其实总纲我还没有参与制定 但是总纲定定的这些不管是自发互动啊 共好是让学生不是在学特定的一门学科变成有用的人 而是要发展刚刚讲的这三个素养的九个面向 那所有的学科只是达成它的工具而已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因为它就让老师从一个传授知识的角色 变成跟学生一起学的角色 那这个转型我觉得是教育上必要的一个转型 那我很高兴就是国民教育终于要转到这个状态了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尽快的把它落实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那对于同性婚姻的想法 对于同性婚姻的想法 其实因为我自己对于婚姻没有什么这个想法 我没有想要进入婚姻 但是我很高兴就是说认同婚姻是有价值的 因为台湾离婚率比较高嘛 的朋友 对像像我这个我阿嬷或爷爷 他们都是天主教徒 他们觉得婚姻实在应该有一个意义的 不应该结了就离结了就离 那然后以及就是平权的这个朋友们 他们也是肯认婚姻的意义 这个其实并不是冲突的嘛 有一个对话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就随着我们每个星期 我们秘书长现在在带着这个院里面的同人们 一条一条的去看民法里面所有跟婚姻有关的部分 然后来确保说我们怎么样既达成平权 但是又会有意义的解释目前的法律 我觉得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 就是让大家更能够分享彼此的生命经验 而不会彼此互相这个妖魔化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状况真的很好 而且我也就是差不多刚刚的那个意思的那一段 也录了一段接下来会在马德里的就是World Pride这个地方 去跟大家分享台湾的这个经验这样子 因为那个上面有三个问题 但我们就是会很厉害还有很多人想要你回答 所以我们先回到这里 然后其实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其实在很有趣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是好好的沟通 好好的理解 然后不要随便把人家妖魔化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 然后好我们现在已经有350 360咯来我们目标400 就是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听长凤唱一首歌 人数立刻掉下来怎么回事 有啦有啦立刻上来了上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一样我们有一些问题要 透过玩游戏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我们进入真心话大冒险part 2 对我刚刚自己按它就弹起来 这到底是你会觉得这是作弊吗 什么魔法那没有关系我们我们换一下好了 是吗对对对对对 OK好我们来试试看对 哦好的 对OK 哈哈哈来你现在要真心话跟还是大冒险 呃还是大冒险吧 好大冒险来那我们先抽一下 嗯 等一下我唱歌的已经有了 哦 来请抽一个好 我们的好红色的要拍 很可爱的视讯照片 拍可爱视讯照片 嗯 好 来 嗯 预备 开始 我们进入千年战争的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学很快 真的吗 哈哈 这样好像不会 好 好 фот 彈杀 deeply 对对对对对 没有问题 不是作弊吧 不是作弊 好 好 Sham 好那我们立刻来 来自拍 来自拍 那个玩自拍一下哦 等一下哦 我们要用LINE对换 然后我要那个给你 等我一下 谁什么 我要先call给制作人 等一下哦 有时候会有一种资讯焦虑 就是因为真的太多的给系 然后当制作单位 就是用了这么多东西给我的时候 我都觉得他要整我 来 有没有 怎么没有视讯 有啊 这里啊 真的吗 朋友的镜头没开启 有啦 好 有吗 好 来 现在哦 等一下 开一个 这个 你的手机 好 你知道有时候在做直播节目 然后就是遇到这么多给系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就是一直被他们欺负 好 来 来 赶快赶快 可以了哦 好 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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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画面来接一下好不好 来接一下好不好 有 有 哎呦 哎呦 好 好 来 来 灯灯灯灯灯 有吗 有吗 嘿 可爱自拍 嗯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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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好难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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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耶 这样有拍到吗 这样有拍到吗 我尽力了 我不要被欺负了 我尽力了 不要被欺负了 好刚才大家已经有看到唐凤的可爱的拍贴了 是是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感谢制作人 对感谢制作人 下次不要再安排这个 我真的整个手忙脚乱的 哈哈哈 真的是 真的 我画画都流干了 你怎么知道 哈哈哈 哈哈哈 就像同时丢了几个球的感觉 整个 有这个 有这个 又有 又有这个 哈哈哈 又有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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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有回音气死我了 哈哈哈 好啦 这台先还给你 嗯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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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所以我们 刚才 我们刚才玩游戏是玩什么 哦 已经自拍结束了 哦 已经自拍结束了 好 等我一下哦 要挂断才不会有echo 对啊 但是我挂不断 挂断了啦 好 继续 进入下一个阶段 刚才其实你有提到一个 就是说自学的东西嘛 那其实 我们当我们在讨论到 在教室里面 然后有些学习的时候 然后有很多的人反应是说 在学校里面的很多老师 他其实是没有学习的 以至于说他没有跟上 终身学习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在学校里面交出的时候 他变成是他有时候 自己会陷在一个尴尬的状态 嗯 所以说针对这样子 可能是老师的终身学习 你有怎样的建议吗 或是有什么资源 可以介绍给他们使用吗 我想老师自己组织起来 不管是联合备课 对 或者是我们两个大的 呃 教师的一个联盟 或者是工会 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力量嘛 就是说呃 现在的老师他的转型 我觉得很多是自己 对某一件事情的那个热情 被新的就是学习 哎你自己找资源很方便 的这样一种东西换起 对 可是他要有这样子的呃 能力的一个前提 是他不会被就是排的太满的 对 各种各样子的事情 所所绑住 那这样他才可能空出一些时间来 去做终身学习 对 所以我觉得呃 就是争取教师的工作的时间的 合理的分配的这个权益 我觉得很重要 对 然后呃因为呃 这不是因为我在课法会跟全教总一起 其他的朋友们一起工作的关系啦 就是说我觉得一般来讲 任何行业的劳工去争取自己的恰当的 对 其他的朋友们一起工作的关系啦 就是说我觉得一般来讲任何行业的 没事 是好 争取自己的呃 合理的这个工作的方式 那他也不一定是呃 一一面倒的就是觉得说 诶一定怎么样才对 对 而是大家一起讨论嘛 那讨论出到某个程度之后 你有空闲的时间 其实人本来有空闲的时间 有一些呃精力能够睡得够的时候 他才有学习的能力 对 不然如果你已经呃忙着加班了 然后又排了一堆终身学习的时数 对 然后只要是你睡不够 那事实上睡不够的话 你明天醒来什么都没有记得 对 因为人是靠睡眠在记忆 对 所以我觉得说这些都是缓缓相扣的 真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一方面要再重新调整一下 这是老师的授课时数这件事情 对 因为有些老师真的下班就觉得自己已经 已经 被炸干了 被炸干了 对对对对 是的 好可怜喔 好 那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是那个 那有一位就是交西国中的詹清荣老师 他说他有很多国小到高中的老师 然后他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 他们会想要找大学的教授来研究资料 但他发现说可能他们在找资料的过程 发现那些资料都没有对外开放 所以等于是说大学是研究端 那他们其实是教学端 他们在资讯上面是无法互通的 那这件事情的话有可能改善吗 有一定的可能改善 就是说我们会越来越鼓励 就是不管是像之前有很多做线上的一些教学的 一些尝试 那如果是用大家纳税人的钱去做的这种公务预算的话 包含我们在前瞻里面一些就是文化相关的一些事情 我们会尽量鼓励就是公广集团或其他参与研究的朋友们 用刚刚提到的创用CC的方式来授权 那他只要这样子一授权出来之后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还是以鼓励的方式 是因为我们也理解到就是很多朋友们 其实他在备课的时候其实用的是纸本 那或者是他甚至用的就是这种口传的这种方式 他其实并没有把它数位化录下来 或者是变成电子档的习惯 那这样的话其实你要他公开也不容易 那可能最简单的就是你来旁听他的课 或他来旁听你的课来教你 那但是这种比较我们说尚未数位化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慢慢我们把数位工具引进 让大家看到说你把两间教室并连起来 双试教学是一件容易的事的时候 其实你连起来的同时你就在录影了 所以慢慢慢慢我觉得透过工具的改善 让门槛降低我觉得这还是做得到的 是然后刚才也为亚云读者他说他想问一下说 数位学习的重要为何就是重要在哪里 然后就是跟传统的纸本学习他的差异在哪里 我想最大的差异就是说一张纸 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从图书馆借走一本书 下一个人就借不了了 那数位学习的重点就是说你借走了一个数位的副本 下一个人来还是可以借 那而且呢你们两个看同一份之后呢 他做了一些编辑一些更动 像您刚刚已经提到维基百科 那他的贡献就可以让另外其他的人也都可以看 那相反的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书 首先我就很难在上面批改划线 对不对 那但是就算我做有一些这个就是notes 就是一些笔记 我也没有办法把它夹进这本书里 没有办法希望下一个借书的人看到 因为我就不认识下一个借书的人 但是在网路上呢会变成一个社群 所以我编辑过的维基百科的条目 未来编辑的人我也会知道这些人是谁 然后慢慢也许我们就约某一个周末下午 然后出来一起编辑一些条目啊 慢慢他就可以让网路上面透过这些物品 透过这些物件透过这些书来认识人 那你认识人之后他又会推荐你更多的 不同的网路上的这些物件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透过人认识东西 透过东西认识人 他是一个一个网罗 对他是一个网罗 对那所以在纸本的情况下就不是这样子 你每次把书还给图书馆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跟下一个人建立这种混结 混结 没有你真的是十四梗砖 是是是是 你每天花多少时间上网啊 其实我只要醒着时间都在网路上 你会有眼压过高的问题吗 但是我不会看 就是说是好比像说有人这个在找我 或者是说有人提到我或怎么样 那我才会稍微看一下 大部分的时候网路其实我不是 我不是一直盯着荧幕 只是说我口袋里面的手机可能一直在网路上 我懂了我懂了 哇我没想到就是你追 词词追的这么勤 而且连网罗这都可以玩 是是是 厉害给你比个赞 好来那个有问题的话 真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然后我们现在在讨论的 其实是数位学习 然后有一位邱博程先生 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发现偏乡学校同样拥有电脑跟网路 但是缺乏能够把课程跟数位设备结合的失之 关于这一点前瞻计划上有没有相关的配套 确实 因为前瞻计划是以一次性的 就是说四年之后就要做到什么为主 所以说其实这种经常性的 就是好比像说一直要有老师 一直要有新的失陪 一直要有新的扎根的数位学习这些 这个是放在公务预算 但是不管是公务预算还是特别预算 其实我们是在一起规划的 数位的部分就是八年的数位国家计划 那数位国家计划的公务预算部分 接下来一两个月也会慢慢开始有资料 释出给大家来讨论 是 对所以是有 而且是在公务预算里面去做 对 所以这个邱伯承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了吗 就是不用担心 我们里面都有的 有在做 有在做 然后另外就是说 靖秀丽这个 他说唐凤的自学经验愉快吗 还是学习就是要有点压力才有用 对 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压力是 好比像说你现在想要搞懂一件事情 或想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对 你发现自己能力只在这里 是 其实自己就会给自己压力 对 就会觉得说啊 我一定要先弄懂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你弄懂前两个之后才发现 不对更多更多 就会有一种开化的感觉 都逼自己啊更厉害 对但是重点是说 还是有一个北极星在那边 就是你想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或者你想要弄懂什么东西 你对什么有好奇 对 那所以如果是以那个作为指路的话 我觉得是不会迷失 然后那个压力是比较稳定的 对 就是每天你一醒来又发现 我还没到那个方向 这样子 那如果是别人给你的压力 或透过比较而来的压力的话 每天的方向都不一样 所以可能你过了五天之后 发现回到原点 那样的话那就是穷忙了 是 秀丽姐的问题也是很犀利 因为她也是很厉害的新闻前辈 对对对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它就是很简单 它是说 请问一下唐凤你有没有吃叶黄素 你有吃叶黄素补眼睛吗 我之前这个 不知道叶黄素是什么的时候 对 有试着吃过一阵子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差异 现在没有吃 哈哈哈哈 可能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敏感 对对对 好那其实先前你在这个 进入这个政委的时候 你在填那个性别的部分 你是填无性别的嘛 对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们 他都很好奇说 你在先前的这样的决定也好 或者是你目前的面对世界的态度也好 他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你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就是年轻朋友们的影片 你身为第一个跨性别者 然后在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 那因为其实你小时候收过蛮有法律的 其实你是在社会里面是比较有公信力 比较有阶级的人 所以我想问的是你怎么看待这些 明明跟你一样是特殊的 可是却在社会里面是你的人 就是你怎么样 你怎么要建议他很多 虽然台湾已经踏出了第一步 但在某些议题上还是没有很大的接受度 那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你想要做心中真正的自己 你如何勇敢坚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在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 是让你觉得做过什么之后很poken的 为什么愿意在事业有成就 可以获得更多名利的同时 选择投入政权为民服务 如果唐凤你可以选择的话 你想在虚拟世界还是在你的真实世界 选择你的伴侣呢 有这两个世界选择伴侣的方法 可能完全不一样 为何会去想要读意境 然后中西文化给你的 带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哇 刚才的这些影片的问题 真的五花八门 所以现在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在看 这唐凤回答问题的话 现在就是你的机会 你有任何的问题想问唐凤的 就是这一趴 绝对不要错过了 超过四百人 我们在唱 什么 随便唱一首歌给你听 像什么 车转 唱车转给你听 我们就唱车转给你听 来来来 慢慢的回答 刚才那么多问题 是 当然只能快问快答 因为其实每一个都可以讲个一小时 真的吗 可以讲久一点 没有关系 真的吗 我们又要到半夜了吗 子惟今天 太太太 对 OK 我觉得前面这几个问题是很好的 就是说 我觉得遭受霸凌的经验 它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就是说 不管是由于什么缘故接受霸凌 或者是在一个弱势的位置 其实只要还有活下来的话 其实都会 我们叫做post traumatic growth 就是是在一个创伤之后的一个成长 也就是说 在可能被被打或者被打破之前 这个觉得世界是某个样子的 但是反而因为这种受创伤的经验 其实你的心灵必须要去接触到一些 以前没有接触到的角落 那接触到之后 如果你又回得来 那这个回得来的过程 就会让你以后碰到其他受苦的朋友 即使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受到歧视 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受到痛苦 你就增加了同理他的能力 你就不是只是在脑里觉得 这个人好可怜 而是说 你有一些自己受过类似感受的这个经验 而且你可以分享是怎么样走出来的 然后也能够去跟他一起讨论说 他的情况跟你有什么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等于是说是在同一个感受上 但是每个人会有不同走出来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就是可以把我们自己 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各种感觉 都给他一个名字 但当你走过来的时候 其实最中间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可以回想 然后就去说 这是当时几岁的时候的什么感觉 那只要给感觉一个名字 慢慢慢慢 你就可以用这些名字来帮助其他朋友 那我觉得这个是 所谓创伤后成长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等到受过各种各样子 我之前叫做精神上的按摩嘛 精神上的按摩 对 精神上的按摩之后 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警觉到说 现在我不平衡 我看到这个 我有一种冲动想要砸电脑 那如果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 当然首先不要砸电脑 电脑很贵的 那但是除此之外 就是说也不要把它替代成 就是对别人的攻击或者妖魔化 而是说可能听点音乐 或者是喝杯茶 把自己的身心先安顿下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挑有建设性的部分回 那这里的重点其实是 你在回的时候 以后你记得这样子一个词 或者这样子一个攻击的时候 你联想到的是很方香的茶 很舒服的音乐 所以说接下来同样的词 就不会再让你想砸电脑了 这种感觉只会出现一次 所以我觉得慢慢慢慢这样子 我到现在已经可以说 网络上不管看到任何字 可能应该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感觉就是 你一直在大瀑布下面冲水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就是熬着手里 然后慢慢浮上来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那所以其实后悔也是一样的 对因为后悔的时候 其实比较是觉得说 这件事情 他当时可以不用这样做的 但是如果同样的 把这种后悔的感觉 给他一个名字 对 跟他对话 那这样子其实就 慢慢慢慢可以做到说 未来不再犯相同的错误 对 那这个时候 那个东西就变成你的心的 自己的一部分 就会变成一个 不会一直跟我过去的错误相处的人 而是说 我是跟想过之后 那我接下来这样子做 这样子 也可以比较快速的去做调试 对 名利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觉得给出什么 比起拥有什么要重要很多 那给出什么是 你不在的时候 它还会持续的 那你拥有什么 你不在了就没有了 对 那所以从很 就是即使是非常算计的角度来看 其实就只是为了就是 好比像说剩下50年 剩下40年 那这样子如果能够享受一些名利的话 它在整个历史上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小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东西 但如果你想的是好比像说七代之后的地球的话 那这样子你做的各种各样的决定 其实就是以可能七个generation之后的地球作为考虑 这样子的话给出什么 突然之间就变得非常重要 尤其是你不在的时候 那些东西还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有个朋友问说在二次元还是在三次元 三次元 对 这个 这我必须诚实的跟大家报告 现在已经是mixed reality的这个时代了 我们在三次元随时都带着二次元的东西走来走去 同样的我们在二次元随时可以看到三次元的portal就是直播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以前还有真实跟虚拟好像是两个世界的这样的感觉 但是现在因为尤其是直播技术或者VR技术出来之后 它已经叠合了 所以其实你很难去区分 那你如果硬要去区分的话 其实反而就会落入说别人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难道这个不是直播吗 对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了 一方面是说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因此变得非常近 你只要把手机现在上面有我嘛 你只要拿的足够近 感觉唐宝就离你很近 对 对对对 但是也有可能太近了 因为我们两个做这个距离差不多刚好 我也其实不会凑过来的 对 所以我可以凑过去 对 那但是就是说我们在人跟人之间 在实体世界会有一些boundary 对 会有一些基本的距离 对 那但是呢我们在网路上面常常会把这个东西叠合 以至于感觉好像钻进彼此脑里啊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帮对方脑补啊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健康的 我们从心理卫生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觉得是还是要 还是要适可而止 就是说虽然现在虚拟可以比真实感觉还近 还真实 可是这么近这么真实 不一定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帮助 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伴侣嘛 就是要持续保持一个就是固定的 但是又不要太近不要太远 对的这样一个距离 所谓命运的交织 它必须要是两条线才能交织嘛 对 你如果混成一条了那 那其实没有办法交织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在虚拟或真实世界是相同的 但是在虚拟世界很容易就有点像是用一些物质一样用太多 对 那这样子我觉得是自己要警觉的 对 那大概大概有回答到吧 有回答到了 除了易经之外 易经真的可以谈一小时 真的啊 直接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开始 因为当时好像是因为 荣格莱布尼兹 就我看一些西方哲学家 那他们西方哲学家里面也有用到一些 就是他们觉得的东方哲学的一些概念 那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说好像两面镜子一样 就是在彼此的翻译中间看彼此的文化 慢慢就会有一种 好像不是在自己的文化里面 好像鱼在水里面 你不会感觉到有水 但是你如果一上去的话 就发现说 这个介质跟空气不太一样 对 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不断的翻译 那我也本来就对翻译很有兴趣 透过不断的翻译去看到说 在文化跟文化中间哪些是可以交融的 哪些是有冲突的 哪些是就是彼此可以参照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参照的坐标系的话 其实很难去充分的理解 某些东西真的是文化 而不是就是世界理所当然的真理 对 我觉得刚才你提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很重要 就是说这其实这你刚才一开始谈的 就是说要回过头去指认自己 就是给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创伤也好 或是什么给他取一个名字 然后当你可以去为一个东西 为一个伤害也好 或是为一个过往的经历去命名他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把它从你身上剥离出去了 因为任何一个东西有了名字之后 它就单独存在 所以你就可以学着跟他好好的相处 对就是说就是他就心智化了嘛 他就mentalize 一方面是你可以跟他相处 二方面是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作品 你可以跟人分享 是 那其实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在看这个节目 然后假设他真的现在就是在遭霸凌好了 那你对 可不可以对他们讲一些就是鼓励的话 或者是说你觉得可以怎么样 让自己更舒服更好一点 对我想就是说 霸凌最最不舒服的部分 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其他人都袖手旁观 就是所谓的黑洋效应 那但是我觉得 网际网路一个很好的一点 就是说你总是可以找到跟你有类似经验的朋友 那可以组成一个互助的一个团体 那我觉得当然现在在网路上有非常多类似这样子的团体 其实您刚刚谈到的低卡就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互助圈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就是当你遭受霸凌的时候 你可以挑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 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理解到说 网路上它有一些相对安全的空间 然后你可以在相对匿名的情况之下 去看到有类似经验的朋友是怎么走出来的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刚才唐凤听的 如果假设你正在经历一些不舒服的阶段 你可以好好的听一下 然后希望说祝福你可以更好一点点 然后刚才我的眼角余光瞄到 这是唐凤在用那个配在写东西 我可以借给大家看一下吗 你会介意吗 对啊就是做一些notes 好 看到了 后悔 看到他写后悔两个字吗 名利 易经 对易经那些 好 其实啊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还有偷偷的问唐凤凤的手机里面 都会用哪一些APP 然后刚才刚好又有一个 一个观众他就问你说 他很想知道你的PAT里面有哪一些APP 你会给大家看吗 可是大家看了可能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不是不是就是就是就非常普通的 对 来 人生第一次 如果你还没有就是看到的话 你现在看到赚到唐凤的 PAT 这是公务用的 公务用的 很干净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对 好就是就是 你还可以把你还可以把背面也秀一下 国有财产 对来来来 真的有没有看到 这边这边 有没有 小标签 有没有 这个 国有财产 对对对行政院财产 对 好真的哦 好 我的手 我的手的皮肤好擦 我现在是要保养一下 镜头太近我一点不好意思 好 接下来 我们来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 刚才Rick你想要看的这个APP已经有了 Jay Lin你问说今天的场地在哪里啊 我们在行政院 我们是走进来的 我们不是翻墙进来的 再次强调 然后呢 好 有人说肚子好饿 怎么办 你要去找东西吃啊 怎么办 别问我吧 然后说 林思怡说 我跟唐凤距离只有15公分啊 这可能是拿下来看 是是是是是 对好 开心哦 好趁现在 好 然后李承讯说 他觉得他很高兴看到今天的这个影片 因为他一直觉得他的人生很迷失 迷失 对我讲话有点卡卡 好 还有什么问题呢 他说有 林思怡说唐凤有的APP我都有 嗯 这要比赛是不是 这没有什么好比的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 现在380了 是吗 现在380了吗 赶快大家 立刻超过400 好不好 我们来做很 很有趣的事情 超过400 一定就好事发生 好 那我们接下来 那一样就是要进入真心画大冒险时间 嗯 真心画大冒险时间 字卡帮我秀一下 只剩最后一个颜色 只剩最后一个颜色了 那就是 就不用抽了 念绕口令 来吧 好 来吧 哈哈哈 预备 嗯 耶 哈哈哈 噔噔 我赢了 那我们要念绕口令 嗯 直接念好不好 还是要用那个 我们最近有下载一个APP啊 叫做clips 然后它就是你只要念啊 然后它就会 它就会 直接秀字幕出来 然后我们把那个字卡拿出来一下 好不好 字卡先投一下 因为我们要请唐凤念的 这个绕口令 嗯 有点难哦 你要不要先练习看看 嗯 红鲤鱼 绿鲤 鱼鱼 对 好 来 现在 我们来 念一下哦 好 等一下 转一下镜头 好 来 来 念一下 红鲤鱼 绿鲤鱼 鱼鱼 鱼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看 我们要怎么看 我现在怎么看 按 按 装 按 装 好 你看 它这真的会跑出来耶 不错还蛮有意思的 对不对 这很有趣耶 好 我们现在看得到吗 连得到吗 下面它镜头 调下 我们看一下那个字幕 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沈玉琳在念这段的时候 我大笑出来 你知道那个是从哪里来的吗 不知道 他就是从那个 那个蔡康勇的那个电影 痴痴的爱 然后是怎样 痴痴的爱对不对 我没有念错对不对 痴痴的爱 痴痴的爱嘛 然后里面沈玉琳就是说 红鲤鱼与绿鱼 红鲤 什么 叫什么 红鲤鱼 字卡出来一下 我来念一下好了 字卡字卡 我一定要挑战一下 红鲤鱼 绿鱼与绿 好 很好 我今天好像一直在 就是让唐凤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耶 好 那我们再play一次吗 好 再play一次给大家看喔 我们的 这是手机是制作人的 然后 他的手机的APP真的很多 这是真的很多 好 我们play看看 好 有啦 这个软体真的很好 可是好像现在只有在 在iOS上面有 因为他是用我 我们之前帮忙写的那个 语音转文字 哦真的 真的 你真的是好厉害喔 那他怎么没有给你 什么没有给我 他是内建的 他是Apple的App 我刚刚也惯了 对对对 好 真好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好 反正现在你也看到了 这个唐凤在念到口令了喔 嗯 其实我只能想要让唐凤念一个东西 也是到口令 但我们就不要玩那个字幕了 嗯 你可以念一下就是 初一吃素 初二吃素 然后一直念 看着你可以念到初几吗 初一吃素 初二吃素 初三吃素 初四吃素 初五吃素 那很难得就可以跟唐凤念绕口令 这没有人有这种经验 所以你现在在看这个直播的人 就是赚到了喔 真的唐凤念 初一吃素 初二吃素给大家听了喔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花一点时间讨论一下 就是这个前瞻计划 好 对 因为最近其实这个好明依先生他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就是那join平台上面 他提出就是全面检视前瞻计划 所以说你要不要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这join平台 就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他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提案吗 对 他其实有四个分区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 应该是最熟悉的就是联署的这个部分 那任何人都可以提案 他的提案必须要跟行政院有一些关系 你不能要我们去做立法院的事情吗 对 那但是呢只要你跟行政院有关 那有五千个人联署 行政院的朋友们就要具体回应 那我们每个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每个月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挑出三个案子 是比较跨部会 或大家觉得需要彼此学习的 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三个礼拜五 去用面对面约提案人来 跟联署人来聊天的这个方式 去把彼此的诉求进行对焦 大概是这样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刚刚这边已经秀了 就是任何法规的预告案 会出现的一个重开奖 就是在六十天的这个讨论期之后 它才会生效 所以在中间就是大家会告诉我们说 哪些东西要踩刹车 哪些东西要踩油门 哪些要转方向盘之类 那第三个部分是来监督 就是说所有的重大的这种 院列馆的这种计划 他会把它的执行进度 好比像说八年的计划 他今年执行到的第六年 像上一个特别预算案 好比像说爱台生二建设 有的其实还在建设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去看它的工程进度 那未来就是前瞻基础建设预算案 如果通过了其中院列馆的部分 也会跑来来监督这边 大家可以随时来看我们每季的进度 对那其实你先前就只提到说 这是我们要尽可能让政策或是政府透明化 那所以你也常常说有些开会的讨论什么 你也会准备做资稿 那是我当主席的 对对 这是会让大家去看 那你觉得说政府的每一个决策 都可以做到透明 然后开放这件事情 当然不行 那个有国家机密的 那所以当时我也是讲好了 就是说不要说做主席了 任何国家机密 只要放到我桌上 我自动都不看 对那如果有一些就是 真的是国家机密像什么就是演习啊 对 这种东西的话 我是要请假的 所以就是我是完全回避掉 我不接触国家机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看到的理论上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对好 那最后就是有一位 刚才有些问题还蛮有趣的 我直接回应一下 就是许媚艳 许媚艳该不是是我高中同学许媚艳吧 他说每次媒体都以行车记录器内容当新闻 你有什么想法 我都没有看耶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 对就是可能他们就会说 路上三宝 然后又一招 然后就开始重播 replay 那个车祸现场的东西 因为我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现在专心什么政策 或做我什么事情的时候 除非是专门指名道姓提到我 不然其实我都看不到 那或者是这边院新传处的朋友们 挑出来作为重大新闻 对 那我们每天会有三次的这个 舆情的讨论嘛 对 那那个email我也会收到 但是目前 呃 院新传处还没有挑出行车记录器 来来给我们政务委员讨论 对 所以我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 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一样再回到这个前瞻计划 因为呃 这个好明依先生他讲的就是说 他提的那个提案 现在已经有五千个人 零署提案成功了 五千多人了 对那现在我们要 接下来他会怎么样进行 然后就是说呃 公民参与跟现在既有的 政府的行政流程 他出现抵触的时候要怎么办 其实没有没有抵触 我们现在这个联署案 他也是有一个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办法的 对 他是行政流程的一部分 他有要点 那这个要先讲清楚 他不是抵触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呃 我们通案来讲都会分成呃 五步吧 就是最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 程序性的回应 对 说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回应 对 然后每一个会在几月几号以前完成 那关于您刚刚提到这个提案 通常我们不会超过就是几天的处理 所以成案之后可能应该这个礼拜吧 就会有一个程序性的回应 那程序性回应之后呢 我们会透过呃 就是对焦的方式 就好比像说他列出一些诉求 那也许行政院会说 呃这些诉求我们理解是这个意思 对 不知道有没有错 那我们会请所有联署人 都看到我们的理解 然后那如果真的跟一开始联署的朋友们 呃的理解不太一样的话 那也许可以有一些 也没有往返可以有一些对焦吧 那接下来就是具体的资讯公开了 也就是说所有手边 立即可得的资讯 已经在网路上面 其实已经有超连结了 嗯 只是提案人也许还没有那个时间去看 对的话 那这样我们就会先把这些超连结附上来 是 作为大家讨论的背景资料 对 然后接下来呢 才是我们去研译说 有没有哪一些民众想要的 或者是想取得的资讯 我们在网路上一般可得的资讯还没有 嗯 那我们会去调这些资讯 对 那调出来之后最后就是具体回应 是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说 呃因为现在其实你很多的 的发言也好就是说 针对的一些工作内容 或者是针对数位这件事情 嗯 那当我们讨论针对数位的话 其实它几乎都是在网路上发生的 嗯 但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人 他可能是处在一个网路弱势的地方 嗯 或者是说 呃有一些他是根本就是没有 嗯 呃没有网路 就是他不会用网路的 嗯 那你觉得说 透过你的话 嗯 有怎样的方式是可以 让你想推行的事情 更能够及时的推给这些 没有网路优势的人 确实 就是说呃 其实台湾的呃 所谓网路的readiness 就是说呃 如果你想上网 你可以上网 对 的地方的这个比率 以宽频来讲呃 呃其实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之一 嗯 那但是呢 首先你能够揭取宽频 不表示你想要 或者你知道可以 对不对 这是两件事情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呃 因为我们在宽带基础 建设里面我花很多力气 在最基本的就是小学教育 国中教育 高中教育阶段 然后包含就是呃 公立的高中职对外连线啊 或者是包含这个各种数位机会中心 嗯 把图书馆变成数位机会中心 等等的这些想法 嗯 那这些想法的整个目的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不管你用的语言是什么 对 不管你身处在哪一个 也许根本不是汉人所在的地方 是呃 网路对你还是有用的 嗯 那这件事情其实以前 并没有那么清楚的 让大家知道 对 那那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呃 就是呃 就是蔡英文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 讲的很清楚 就网路是 是一种人权 对 他就跟你有马路 有公共运输 你有水有电 其实是一样程度的事情 对 所以说我们会把那些 没有补上的偏箱 呃 硬体上加以补上 然后在软体以及教育上面 去让大家更知道说 呃 这件事情即使是我来台湾 进行呃 就是移工是这个 这不是就是我从小时候 国民教育的地方 他还是对我有用 对 这样 好 其实这个一直是我的疑惑 嗯 但这样听了我就觉得 哦很安心很期待说 接下来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 是 那有一位呃 呃装文他说 唐凤可不可以自身的经验 建议台湾学校增加一些 心理健康的教育 嗯 以及减少考试 你觉得呢 呃 我觉得考试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考试 它是随时你想要考 你自己去考 你只跟自己比 或甚至那个机器 会告诉你说 哎呃你接下来可以挑战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本身不是一件坏事 那它是坏事是说 哎你还没有准备好 然后或者是你考出来的成绩 是用来跟别人比较 对 老师会因为不同的名次 大小眼 是他的这种刺发的效应 对 我觉得需要减少 而不是考试本身 考试本身如果只是让你确认你的学习进度 而且是你自己的事 你随时上去考 就上去考的话 对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并没有反对考试 我反对是那些刺发的这种东西 是 那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其实我我经常呃 会去看一些呃 线上的课程 那线上课程看完之后 他会有一些类似随堂考 对 但是因为我不管答对答错 嗯 就是让我自己做参考 是 不会有人来笑我 也不会有人怎么样 他就会鼓励我去挑战一些 我不是真的很懂的东西 是 然后去想办法快速吸收它 可是如果我中间不太懂的时候 就要被嘲笑啊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没有什么好处 对 所以其实考试的 考试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帮你检测 你目前学习的状态 对 但是通常在某些环境之下 可能考试这个机制 会被扭曲 变成其他的事情 所以对 如果说你在考试 或是你可以 帮学生决定考试的这些人 就是大家可以多想想 就是我们考试 不是为了某些目 其实真的是要帮学生 他可以好好的检测 自己的学习能力 好 那昨天其实 最近你有 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跟这个网路的这些留言霸凌也好 就是说你怎么去回应的 那 其实 作家林立青 就是做工的人 那个林立青 那有写篇文章 他讲说 就是他认为说 网路沟通有时候比现实沟通更困难 那 你回想到你目前为止 你有没有觉得说 会遇到那种真的就是无法沟通的人 那你怎么办 其实有些朋友会一口咬定说 这个一定是机器人在留言 一定不是唐凤本人 然后 是吧 你是本人吧 对 那像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会非常快速的录一个短片 然后直接在留言里面回复 然后大家就看到我 我在讲这个话 对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 那就是除非我刚好在一个 可以马上自拍录一段 不然你没有办法说服他 是啊 他也不知道说是不是 秘书啊 或者是其他人用我的账号 但事实上我的账号 只有我自己会用 所以说 基本上看到唐凤蓝勾勾的话 那个应该就是我本人 那但是如果真的不相信的话 我有时候真的只好自拍一下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你去 你来自拍给人家看那个 那个小白真的是赚到 嗯嗯嗯 对啊 说不定他是想要这样 说不定啊 对啊想要收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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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凤把我留言看出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无法 无法想像唐凤在我面前 讲这种话对不起 哈哈哈哈 好来说到那个粉丝就是 克里斯蒂娜她说 我是唐凤的老粉丝 嗯 她说她从你那边 学到很多网路的资讯 要谢谢你 那她有一个问题 她说在国外有一个 不同于现在传统 但是很棒有效的method 可以帮助老师跟学生 应对霸凌 嗯 然后可是呃 但因为他们不是所谓的 专业的学术机构 所以他们很难从学校里面 可以得到 所以她意思应该就是说 假设今天她想要在校园里面 去筹办这样子的一个 活动 霸凌或者是怎样的活动的话 那你要怎么给她 哪些建议也好 或是资源可以去找 我想新课刚推展之后 这个会变得特别容易 因为你只要找到你当地学校的 学校的课发会愿意 对 或者是甚至把它订成 校定必修课程 为什么不呢 那其实这些都是很容易推展的 也就是说我们会提早 让高中阶段就有点像大学一样 是 每个开始出现自己的特色 那或者是在鼓励就是本来的社团 融入这种素养的学习 那以目前的课刚确实比较困难 这个是真的 那所以也就是说在接下来这一段 一年多的准备期里面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 他已经在去看那个就是 三面九项的九大素养 然后去看你的这个工作 跟这个素养如何对齐 因为接下来学校的课发会 会很需要关于这样子的教材教法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准备工作 就可以开始做 对 这个其实还蛮 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 想要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你还是一样就是多多的去 找到那些资源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真的开始尝试去做 对去组织 对去组织起来 那真的慢慢的人凑在一起 大家都会把自己的资源放进来 就可以一起share 那刚才许伯松有一个问题 他问说 网路铺好之后 有没有方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促进文化资讯的平权 例如说像是生障者 或者是新住民 他就可以比较方便的使用 非常好的问题 生障者其实就是 你不管是直播也好 VR也好 其实对他们是最有帮助的 是 对那因为他不需要出门嘛 他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包含看现在这个直播 是 对那呃 我们之前做的 好比讲说语音输入 这个也很有帮助 对 因为他有的时候生障 他打键盘不是很方便 但是讲话的话 也许比较容易 这样子 所以呃 我觉得慢慢就是随着辅助式的科技的进步 呃 越来越多的生障 不会再是障碍 而是我们在网路上面 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互动的方式 也比较不会受到歧视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好的 那新住民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也是另外一个人工智慧的应用 就是自动翻译 对 那我们现在的自动翻译 已经可以做到说 好比说一个机器人 然后在你的群组 或一个对话圈 然后呢 你打一些字 然后它自动帮你翻嘛 对 或者像刚才你讲了 它自动变成文字之后 你透过skype 或其他的通讯软体 它自动帮你翻成那个语言之后送出去 当然有时候还是有一些 让人尴尬的翻译错误 对 但是已经越来越少了 对 所以应该是不出一两年 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就会觉得习以为常 对 讲话的时候配字幕 讲话的时候自动翻译 是习以为常的 对 就像我们出国的时候 点菜的时候 现在往往已经是用手机 自己翻译了 我觉得慢慢大家就会发现说 其实 机器掌握这种语言翻译的功能 虽然它还是没有人类 那么百分之百那么来得好 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 跨文化的一个讨论的一座桥 至少踏出第一步 那在这个上面 你才可以分享更多的 个人的经验 对 好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很多的问题 因为大家现在突然间 踊跃的回答问题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回复 但是我想 我们这个影片到时候都会在上面 那唐凤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在 在那个 而且刚才真的有人说 他要 他就是要当那个 就是他要让你去拍个影片给他 对 就是他要学会那个方式 不要好不好 大家不要随便就是 变成网路小白 只是为了要拿到 那个唐凤的字牌 他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贴这个连结给他 好 哈哈哈哈 赞哦 哈哈哈哈 好 那就是 呃 现在我们节目到尾声嘛 那一样就是说 想到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他正在为自己的事业 不是不是事业 就是为他的未来 正在摸索某些可能性 那针对这些的年轻的朋友 你有怎样的建议吗 嗯 那当然就是说 呃我觉得还在摸索的这件事情 它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对 对因为他表示说 你还有各种可能性 对 你不是已经被自己的品位所局限住 嗯对那我觉得就是说 摸索的过程之中 当然会感受到呃茫然啊痛苦啊这些东西 一些负向的情绪 但就是说呃可能吃够睡够 但是就是在脑 在心里流出一个空间 除了这些负面的情绪之外 有一个空间 你可以在那边看着自己的这些情绪 是 然后指认他给他一些名字 给了之后呢呃 呃有你信得过的朋友 或者是你不一定是人类朋友啊 信得过的朋友呃 呃跟跟他分享 然后分享的时候可以就是 注意说你分享的是指认过的那些东西 而不是你本来的那些感染式的情绪 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变成 你跟这个朋友之间友情加深的一个触媒 他就不会觉得说呃每次来都是抱怨发牢骚之类的 对对对 而是说这个我我归纳出一些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对对 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工作反复做的话 其实就是呃可以让人之间彼此更加信任 也更加了解的方式 而且这样的做的话 其实那你又会慢慢发现说呃你是往前进的 就是在人生的路途上 你是真的往前进的不是一直卡在某一个状态 对没错 对对 今天呢是很高兴唐凤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然后就是聊了很多问题 然后还跟我玩了这种就是很莫名其妙的游戏 就是很感谢唐凤 然后刚才有很多的留言就是 就是他就是他一直说能不能下次再来 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邀请你来嘛 呃当然那就是排队嘛 对而且刚才 我们今天最高三八一 但没有关系 反正刚才你有说可以跟我一起唱歌对不对 你要唱什么 你刚才说唱什么 不是现在啦 对啊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嘛 我们找一个kipo 老师 包含预录在那里 对包含预录在那里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陪我们到这么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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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